蔡英文跟前行政院长苏贞昌脸书 时不时会发现有相同网友 用相同影片字卡等留言洗版 但点进去个人摆面一看 却发现个人资讯 好友等全部空白 发的文章都是剑指台湾政府 近日国安单位就发现 中国直接外包大陆网络行销公司 发动网络水军 进攻蔡英文跟苏贞昌脸书 国安单位已经分析出825个异常账号 破解中国运用散播谣言四阶层 进行认知作战 甚至发现其中疑似是水军歪开头的账号 自己在辽宁省开设传播策划公司 进一步比对 他真实身份却是中国某广告公司送信总经理 而中国企图影响台湾的舆论 这个四层手法 第一层就是运用抛弃式加账号发文 再由第二层境外人士管理的脸书粉砖 协助截图分享 第三层则是运用大量的人头账号扩大转传 第四层则是再分享到国人常用的公开脸书社团 增加触及率跟点阅率 误导国人 借此达到中国洗脑台湾的终极目标 而随着2024大选逼近 中国网军再度启用网络任职作战 第四层则是颠一个佔接的颠倒 第四层则是颠造的